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 范卡找不到了 你再补办一张吧 那个饰演女二号的女演员叫什么佟墨来着 你听说过吗 没有 我当初也是了这个角色 可赵导说我更适合别的 可我实在没有想到 竟然会找一个出出茅庐的小丫头 她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呀 该不会是赔了某个投资方才进来的吧 那个女二号那么出彩 头目 跟我来一下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我还回房间睡觉呢 头目 那我就直说了 现在外边啊 没多少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应该知道 我想说 有点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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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头目 我还真是小看了它 王爷 我真的很爱你 皇后娘娘 我求你放过她吧 我是真的很爱她 你能不能放过她 不是 我说你吵什么吵呀 不是 我说你吵什么吵呀 让不让人睡觉了呀 不好意思啊 我没看到你 你不就演个女二号吗 有什么了不起 我说你还真是小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妞儿 演什么角色呀 关 你屁事 长得这么漂亮 哥跟导演熟啊 我让导演给你安排个好的呀 不用 好什么呀 让哥哥亲一个来 干嘛去 你干嘛去呀你 你在干嘛呢 光天话语之下 调戏人家小姑娘是不是 你谁呀 拿两块哪儿待着去 我就看这儿两块 我就要在这儿待着 存心给我找茬是不是 就是存心找茬怎么了 敢抽啊 我抽的就是你 就是抽你 我就打你怎么了 抠的就是你怎么了 那个是演员吗 是呀 是我们戏上的女爱好 听说是个新人 也没有什么水平 前段时间大家还议论呢 都不认识她了 这也太嚣张了 在剧组里竟然还敢打人 可能是有后台吧 之前导演都要让她三分 哼 太没素质了 走 童墨 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 前两天我还 别提了 前几天也都怪我 我念台词太大声了 我忘了桥下有人了 倒是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他是刚把我拉到那儿 随后你就来了 还好你来了 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这点小意思 我身边的人都知道 我别的不行 打架最厉害了 包在我身上 以后啊 要有人欺负你 你尽管来找我 我揍他们 对了 我是少数民族 今年刚毕业 这是我拍的第一部戏 你以后 叫我阿才就可以了 阿才好 不过那个男的 负责巨物 你不怕得罪他呀 哼 一个臭猥琐男 我才不怕他呢 他以后再欺负你 背后搞小动作 你就告诉我 放心吧 我一定会找他的茬 揍他 不过 你刚刚真的挺帅的 那是当然 我的人生格言就是 打架可以输 但是 姿势一定要帅 两位老师 开拍了开拍了啊 走 我再来 我跟他的 我做了 你怎么可能 你做了 我做了 你真正的 你痛快 你不能做 我做了 他 感谢观看 来了 琴儿姐 我家于飞姐想见你 想见我 嗯 于飞姐 人到了 那我就先出去了 阿采来了 快进来坐吧 听说 彭墨给你安排到南山导演的剧组了 嗯 是这样的 什么角色 一个女四号 女四号 竟然只是个女四号 她可是女一号呀 凭她和南山导演的关系 给你安排个女二 女三什么的 应该绰绰有余吧 是因为这个角色 和我本身的气质比较像 所以才给我推荐这个角色 气质 什么气质啊 这女演员需要的就是八面玲珑 什么角色都得hold得住 看看吧 我现在资源多得很 这是一部戏的女二号 她的戏份和女一号的 是平分秋色的 签个字吧 我现在资源多得很 这是一部戏的女二号 她的戏份和女一号的 是平分秋色的 签个字吧 签完 这个角色就是你的了 吕飞姐 你说 那个叫阿彩的 能听咱们的话吗 她的背景啊 我都调查清楚了 一个大山里出来的姑娘 能考上个电影学院 不错了 在校期间 一个角色都没落着 这个小宫女呀 已经是个不错的角色了 拿一个女二号诱惑她 不怕她不上钩 那是 能受到与飞姐的提携 那可是她的福气 大凡她不是个傻子 都知道该怎么做 嗯 不过与飞姐 我是想不明白了 你怎么能让她给 同摸送那么好的面膜呢 就算是为了引她上钩 也不至于送那么好的面膜吧 这款面膜 她只能复二十分钟 我告诉她是睡眠面膜 她敷一宿 不出问题才惯呢 还是与飞姐高明 真好 明天可以睡懒觉了 是啊 乃文姐 那咱们 这不会有粉丝送我礼物吧 子如啊 你现在人气算是越来越高了 这粉丝都住到酒店里来了 这不是与飞的面膜吗 就是与飞送的呀 进你房间没有人 就给你放到了门头 与飞对我可真好 子如 那我就先回房间啦 这面膜啊 你好好服 好 不就是一罐面膜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问时间这么多的背叛 该怎么去原谅 我问永远到底会有多远 不要给我答案 不再奢求在你身边 陪你去度过每一个瞬间 我不再去渴望你的关心 因为那更加心碎 你把所有誓言 所有诺言藏在手中 化成一把火 燃烧我的真心 我的真意 将我变成一只飞蛾 在寂寞营绕的夜空